dxcm2卷的15年第2题 它给了fn y 有x,有sin,有cos 就叫我们找1std和2ndd 所以提醒,sinxd原出来有cos cosd原出来有cos 如果不认识的话就不用做 好,firstd 首先就是x,sinx就用product rule d第1个,变1,乘第2个 加回d第2个,sinx,乘第1个x 这一括号就是x,sinx的derivative 然后加回后面cos的derivative,就是fos 好,所以firstd就是x,cosx 因为会有剩的sign,会有剩的sign 会有剩的sign,会有剩的sign弱 所以,firstd就是这个 好,secondd呢 更简单于firstd,因为firstd有两个 而secondd反而只有一块 好,product rule一次,d第1个,x变1 成第2个cosx 就加回d第2个,成第1个,第1个是x dcos变负sign 好,所以化了 第2个,secondd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a8答案 到partb,partb就说 其实,原来这个function y 它的firstd和secondd就满足 即是现在,你见到这个关系式 中间就有个k 就叫问我k是多少 那这些题目呢 其实只不过呢 就是将你找到的firstd 和secondd 不理3,7,7 再打回下去先 最後在这里加x,y 其实我们正常不应该 是还有y在这里 所以就将y 原先的function in terms of x 就写回下去 那这里呢 我们会发觉 条式里面好像有两个 未知数 一个就是x 一个就是k 事实上不是的 事实上,x 看成为variable 而unown 其实只不过是k 即是现在我们找到一个 如果全部放开 你会看到 有xcosx的terms 这里有一个 这里乘开的话 有一个 当然 原先关于case的 也有一个 好 而另外会有个和sine有关 其实就是x x2次方sine x 但是那里就不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乘出来是 负的 x2次方sine x 而这里 乘出来是正的 x2次方sine x 所以 之后就会是0 而这里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k 其实就是负2 因为 我们的common factor 就是xcosx 因为x 可以是任何数 all view value of x 所以 xcosx 不一定会令到 左边特色是0 所以令到特色是0 所以 令到特色是0 其实是2加k等于0 即k是-2 这是第二题的答案 是1 2 2